大家好,欢迎收看我们这期的节目 现在这个季节,正好是玉米上市的好时节 这个时候的玉米甜美软嫩 无论是老人孩子还是年轻人都非常喜欢它 那玉米里面含有很多的营养成分 尤其是维生素C 它有促进皮肤细胞的再生功能 延缓皱纹的产生 经常使用可以起到美容养颜的作用 另外嫩玉米中还含有丰富的膳食纤维 可以促进胃肠道的蠕动 增强胃肠道的消化吸收能力 对于清除肠内的有毒物质有很好的帮助 这个时节的玉米不仅味道甜美 价格也是非常的便宜 大家可以多买上一些 然后把玉米保存起来 这样即使在寒冷的冬季也可以吃上甜美的玉米了 可是以往保存的玉米放在冰箱里面 在拿出来食用的时候 非常的难吃 再也没有玉米那种甜美的味道了 今天就跟大家分享一个保存玉米的好方法 即使玉米放的时间再长 它的味道依然香甜可口 还在等什么 快来一起看看吧 保存玉米之前 我们要选择烧嫩一些的玉米 不要选择老的玉米 老的玉米会影响口感 保存起来也不好吃 购买玉米的时候 我们可以用指尖掐一下玉米粒 如果玉米流出汁液出来 就说明这样的玉米是比较嫩的 我们就选择这种就可以了 购买回来的新鲜玉米 我们要把玉米的外皮包掉 玉米的外皮会有一些污垢和灰尘 要把它包下来 贴近玉米的两到三层的外皮 一定要留下来 留下来的外皮是为了玉米的香甜味道 和营养不会流失 再用剪刀把玉米的梗给它剪掉 这个玉米非常的嫩 它的梗部也是非常容易就能处理掉的 然后再把玉米的头部 也就是玉米须的部分 也给它剪掉一些 处理好的玉米就是这个样子的 我们把其他的玉米也这样处理好 我们再准备一个洗菜盆 在里面放上一些清水 再把一些盐和小苏打放到水里 把盐和小苏打搅拌融化之后 我们就可以把处理好的玉米 放进水里面浸泡 玉米在生长过程当中 都会喷洒一些农药来防止虫害 用盐和小苏打水来浸泡玉米 能非常有效地去除掉 玉米的农药残留 就这样让玉米静静地 在水里浸泡20多分钟 时间很快就到了 我们把浸泡的水倒掉 再用清水冲洗干净 这样就可以了 接下来我们在锅里 加上一些清水 把蒸葛放到锅里 把清洗好的玉米 一个一个地摆放到蒸葛上面 摆放好以后 我们就可以开大火蒸玉米了 水烧开后 再蒸个十多分钟就可以蒸熟了 这种蒸熟的玉米 能够很好地保留玉米原来的味道 它的营养也不会流失 这样才会更利于玉米的保存 建议大家在保存玉米的时候 不要再水煮玉米了 水煮的玉米保存起来 口感特别不好 吃起来有种发软的感觉 它的营养也随着水的沸腾而流失了 很快我们的玉米就蒸好了 揭开锅盖玉米的香甜味道 就立刻跑出来了 闻着这种味道让人直流口水啊 我们把蒸熟的玉米放到大盆里面 由于刚蒸熟的玉米是非常热的 所以我们要把玉米自然放凉 过了一段时间之后 玉米已经凉透了 我们在桌子上铺一个保鲜膜 然后把放凉的玉米放在保鲜膜上面 用保鲜膜把玉米包起来 尽量把玉米包裹得严谨一些 因为玉米在保存的时候 必须要隔绝空气 这样不仅能防止水分的流失 还可以防止玉米沾染一些细菌 这里要提醒大家一下 蒸熟的玉米一定要等它凉透了 这样有利于玉米的保存 要不然玉米忽然之间接触到冷空气 就会变得塌陷不饱满了 口感也不是很好 用保鲜膜把玉米包裹成这个样子 就可以了 我们再拿来保鲜袋 把包好的玉米装进保鲜袋里面 这样玉米在双重保护之下 可以更好地锁住玉米的营养 保证里面的水分不流失 吃起来才会有口感 因为蒸熟的玉米是一定要放到冰箱里 低温冷冻保存的 而冰箱里面的食物太多 味道也有点杂乱 这样双重的保护 也起到了层层隔离的作用 玉米装进保鲜袋里面之后 把开口处系紧打个结 这样就基本上完成了 最后我们把准备好的玉米 放到冰箱的冷冻层里面 把它冷冻起来就可以了 用这种保存玉米的方法 即使放上一年也是没有问题的 在吃的时候也会跟新鲜的玉米一样 丝毫不会影响玉米的口感 而且想吃的时候也是非常的方便 直接拿出来热一下就可以了 这就是今天要分享的玉米的保存方法 不知道是否对您有所帮助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如果喜欢我的视频 欢迎大家点赞关注 感谢支持 感谢观看 下期再见哦